不强求不将就不勉强不纠缠 传说青鸾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歌声 它是天地拥有一个声很美丽很优雅 但却从来没有发出过声音 因为它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同类 别的鸟羡慕的眼光并没有增添它的光环 反而衬托出了它的寂寞 直到有一天它遇见了凤儿黄 它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于是它开始寻找另外一只青鸾 它翻山越海飞过沙漠穿过城市 却始终没有找到和它一样的鸟类 在筋疲力尽之时 它落在了一户人家的窗子上 它眼睛一亮 看见了一只和它一模一样的鸟儿 正用热切的眼光对着镜子望着它 忽然间一股辛酸的甜美 剧烈疼痛的暖流冲破了它的心 它唱出了其他鸟儿没有唱出的绝美声线 那什么样的星座拥有青鸾的特征呢 第一 太阳磨叠月双子金磨叠 第二 太阳巨蟹月磨叠金天成 第三 太阳天蟹月叠金天蟹 第四 太阳狮子月水平金磨叠